大家好,很多人手上没有力气,做点事抓东西都抓不住 甚至手上出现胃寒,没有气血 有的人还有一点腐肿 这种症状我们统一称为就是气血不通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有两大功效 第一个去帮助咱们把上肢的气血给它疏通开来 第二个功效就是去帮助我们降低咱们的血压 有两大功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以我们的手掌小臂这一面为主 我们要把肌肉朝两边去给它推开来 就这样去把它推开来 那么在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我们手一定要是放松的,柔软的放松的 就像我这样 你看我去推的时候是往两侧去拨 是压下去以后往两侧的拨 如果是经常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定会发现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降压涨后面的那一段 没错 往两侧去拨就是为了让你的皮下的这个血管 打开这个空间有更好的这个通道 让你的气血变得更加运行 所以当我们在往两侧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手就开始发热了 而且非常的快 我先把这一侧给往边上去拨 拨完了以后呢 咱们里面这一侧 因为里面这一侧我这样去拨就不太好发力了 我们就手就要放下来 你看放下来 这样去拨 看好 这样去拨 给大家看一下 演示一下 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手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去做 放松去做 放松去做 那我们从 从这个掌根到手走 咱们从上到下算一次 我们要拨一个十次左右 你看这样 一二三 拨完了以后 再从这里开始 一二三 一直拨 十次 拨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这个手就开始发热了 感觉有气血往上冲 这个就做明咱们坐到位了 然后呢 第二步 咱们把这个宫二头肌这个位置 咱们要给它揉 揉开来 一定要揉开来 这个位置揉开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呢 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 有一定好处 第二个呢 它可以去缓解 咱们的肩颈不适 也有帮助 第三个 它对我们这个圆肩 驼背 也有帮助 所以说我们宫二头肌 一定要给它放松 把它慢慢揉 从下到上 算一次 咱们宫二头肌 也揉个五到十次 把它放松就可以了 就是压进去 揉 放松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步了 就是做完前面两步以后 咱们把这个手 你看这个拳头是这样的 这样的 去抵住咱们的胸大肌 就是压进去 随便找个胸口的位置 把它往下一压 压进去以后 注意看我的手 开始甩手 往后甩 往后甩 这个手压住以后 微微的往下拉一点点 往下拉一点点 然后往后甩 你在往后甩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肌肉 绷得非常的紧 像跟鞋一样的 你就让你的手甩不到后面 但是咱们依然要这样去做 我们甩手多少下呢 我们甩手一百下左右 一百下 就往后甩 这个手一定要去压紧 千万不能松 你一松 它这个就没有阻力了 你要有什么感觉呢 压紧了以后 往后甩的时候 这个手有限制 甩不过去了 这就对了 这个咱们在甩的时候 就把这个肌肉和筋膜 给它分离 分离开来了 然后做完以后 就会发现半边身子 是整个半边身子 都会非常的轻松 咱们甩甩甩甩 最后总结一下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咱们拨 以拨为主 是为了释放咱们血管空间 第二个 咱们去按压 咱们的宫二头肌 压柔 最后一个就是甩手 左右手都要做 左右手都要做 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手上没力的 有力的 手上怕冷的 不怕冷的 然后上半边 整个生长都非常轻松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实用的 一个方法 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 去做一做 没事 也可以做做 作为养生的一个作用 然后可以把这个方法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让他们也在这个方法当中受益 我是大伟 今天视频 咱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 里面有很多内容 可以帮助大家 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